在未来,由于人类对环境的大肆破坏,地球已经完全不适合居住了 人们全部迁移到了太空中的真理浩飞船上 留下许多清扫型机器人来打扫如山一般的垃圾 等待地球恢复生机时再回来居住 一晃700年过去了,地球上只剩下最后一个机器人,瓦丽 瓦丽白天按部就班地去清理垃圾 夜里则回到自己的小窝里充电休息,或是被自己维修故障 仙剑的,瓦丽的自主意识苏醒了 可因为同伴都不在了,瓦丽时常会觉得孤独 一天,瓦丽在电视机上看到了牵手宽笑的情侣 心中竟也有了一股莫名的悸动 想要有一个可以牵手的同类 正巧这时,有一个巨大的飞船落在了地球上 还送来了一个新的机器人,伊娃 瓦丽对伊娃一见钟情 便想走过去和她打招呼 但伊娃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 她轻而易举就能把建筑物炸毁 吓得瓦丽不敢靠前 终于,伊娃转过头,注意到了瓦丽 两人自我介绍后 瓦丽便把伊娃带去家中做客 她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都捧到了伊娃面前 她却不为所动 直到瓦丽拿出,她前几天清扫垃圾时 发现了一小猪绿植 伊娃才有了反应 只见她迅速将绿植放进胸前的盒子里 然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 瓦丽见伊娃不动了 便天天陪着她 和她一起看日落 下雨时被她撑伞 细心地照料着她 可是有一天,那艘飞船又来了 而且毫不留情地将伊娃带走了 瓦丽舍不得伊娃 遍野悄悄爬进了飞船里 原来,这艘飞船就是人类正在居住的真理号 只见一个个肥胖臃肿的人坐在椅子上 过着依赖身手,反来张口的生活 几乎丧失的自理能力 就连船长也要听从机械轮盘亚当的指示 伊娃受命来地球寻找生命 并且找到了那株绿植 这也意味着地球的生态状况有所好转 人们可以回家了 不过,机械轮盘亚当却不愿交出手中的权力 还试图抢走这盆绿植 瓦丽找机会和伊娃见了面 伊娃则在回看体内的录像后 发现了瓦丽对她的悉心照顾 心中很受感动 最终,船长在他们的帮助下 战胜机械轮盘 夺回了对飞船的控制权 带着人们返回了地球 伊娃发现瓦丽在这过程中受了伤 便从瓦丽的小屋里找出零件 修好了它 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地球也将在人们的建设下 成心焕发生机 世事总爱蹉跎 难得浪漫动人 从头到尾 他们说过的唯一一句话 便是对方的名字 但只这一句 便已足够 我是熊猫 拥有温度的解说 为你还原每部电影的灵魂内核 愿做灯展 照亮你心